最近几年围绕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n这个神秘国家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真是层出不穷 比电影还精彩 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阿拉伯魔幻世界的风土人情 2018年底 经常批评沙特政府的知名记者卡舒奇 在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 被特工暗杀分尸带走 到现在呢 连一块骨头都没有找到 十几个行动人员回到沙特 被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 幕后指使是谁 线索就断了呀 没有结尾的电影 007和谍中谍都不敢这么拍的 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在2019年12月上市 募集资金256亿美金 一举超过阿里巴巴 成为全球历史上最大的IPO 但上市前呢 油田设施遭到一小群无人机攻击爆炸起火 瞬间产能下跌50% 几个星期之后呢才恢复 又是科幻电影里的感觉 虽然隔壁野门的反政府武装 宣布对这件事情负责 报复沙特参与野门内战 但是傻子都知道 游击队哪里有这种高科技装备 背后的老板大概率呢是伊朗 最近沙特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和俄罗斯大打石油价格战 配合新冠肺炎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让巴菲特老爷子也在有生之年 看到了五次熔断 这些呢都只是表面症状 到了沙特王室内部看一看 更是腥风血雨 2020年3月初 沙特国王塞拉曼和王储 穆罕默德也就是太子 以涉嫌密谋政变为理由 发动了抓捕行动 主要呢针对是两个人 一个是国王同父同母 所生的七个兄弟中 唯一还活着的亲弟弟 艾哈迈德本阿普多勒阿吉兹 还有一位呢 是60多岁的前任太子 穆罕默德本纳伊夫 三年前呢 他被国王废除了太子之位 而新任的王储 就是最近动作频频 才30多岁就风光无限的 80后 穆罕默德本萨拉曼 国际上呢都简称他为MBS 说到这里可能都已经晕了 搞不清楚谁是谁了 阿拉伯的人名是很复杂的 教你一个大概的规律 一个人的姓是他父亲的名 他父亲的姓呢 是爷爷的名 名在前 姓在后 用本或者一本隔开 本就是某某儿子的意思 比如呢 王储叫穆罕默德本萨拉曼 他老爸就是现任国王 叫萨拉曼本阿普杜勒阿奇兹 而爷爷就是沙特开国国王 全名叫做阿普杜勒阿奇兹伊本沙特 国王啊 现在已经80多岁了 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好 曾经中风过 很可能还患有轻度的阿尔兹海默症 而沙特本身 也需要一个年轻的国王 来对政治经济 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 如果仔细看一看沙特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不一样的神奇国度 先从政治权力说起 沙特的政治体制是绝对的君主制国家 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王位继承呢 却和很多君主制国家老爸传给儿子不一样 他们按照兄中弟吉的方式 国王去世后呢 不能直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要由国王的兄弟们 按这个年龄顺序继承王位 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王室家庭成员团结 各种古装电视剧看过 你们肯定就懂了 皇帝儿子态度那是非常危险的 搞不好打来打去 名不聊生啊 1953年以来 开国国王伊本沙特的儿子们 就轮流统治沙特 已经经历了六任国王 现在第二代王位继承人都年事已高 有好几个王储啊 还没等到自己继承王位就去世了 再这样下去呢 容易不稳 会乱 这你懂的 所以说2015年 国王萨拉曼掌权之后呢 就计划改变这个制度 先是取消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堂弟 王储 也就是第一继承人的资格 让哥哥的儿子纳伊夫成为太子 而自己的儿子MBS呢 就排在太子之后成为第二继承人 而两年之后呢 国王又要求自己的亲侄子 放弃王储之位 理由呢 说他是一直要服用马飞 药物成瘾 怎么能长期治国呢 因为之前他是沙特安全部队的领导 有一个来炸降的基地组织二五载呢 把炸弹塞在自己职场里 然后自杀时期 差点把纳伊夫给炸死 躲过了暗杀 但是可能是落下了心病 就这样 国王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王储 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大权力制度变化 而宗教上沙特也是在非常缓慢的改革变化 沙特作为中东最重要的穆斯林国家 是伊斯兰逊尼派的大国 苏尼 与之对立的是什叶派的伊朗 西安 两派的千年恩怨太长了 只能以后再说了 除了首都利亚德 Riyadh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中心高原的内置地区 沙特还控制着半岛西侧 红海东岸的汉制地区 那里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地带 伊斯兰宗教的圣城迈迦迈克和麦迪纳 麦迪纳就在那个地方 圣城有全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清真寺 阿联酋阿布扎比对游客开放的漂亮的白色大清真寺 只能排第三 可见沙特的宗教地位 每年朝圣的人群挤满了圣城的街头 1932年 开国国王伊本沙特将中东最有势力的哈希姆家族赶走 自己控制了汉制地区 这又是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故事 哈希姆家族有多厉害 你只需要知道 他们家族是伊斯兰教创始人莫海默德的直系后代 汉制国王侯萨因本阿里的几个儿子 曾经就是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和三个国家的国王 后来伊拉克才有了萨达姆 叙利亚才有了阿萨德 而约旦国王现在都是哈希姆家族的敌传 正式的国名也叫约旦哈希姆王国 沙特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宗教制度极其严格 属于伊斯兰宗教中非常保守的瓦哈比主义派别 女性需要穿着覆盖全身的黑袍黑沙 只能露出两只眼睛 马路上还会有宗教道德警察 随时查处违反宗教规定的人 很长时间 女性不能独立出门 也不能开车 直到2019年6月 沙特才开始允许女性获得驾驶执照 在以前沙特是没有电影院的 直到2018年4月才有第一部电影公开上映 那就是漫威的黑豹Black Panther 而外国人也很难获得去沙特的旅游签证 卖家一般也是不允许非穆斯林进入的 可见宗教上的保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生活便利 新的王储也是希望宗教可以慢慢的转变为更为开放的温和伊斯兰主义 让世俗生活可以跟宗教更加融合 避免极端和恐怖主义的产生 要知道本拉登就是沙特的有钱人 而经济上的改革则更加引人注目 人人都知道沙特有钱是因为有石油 但人人也都知道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卖资源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沙特的石油依赖比例过高 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稍有波动 对经济影响就很大 王储上任之后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沙特2030愿景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和多元化 也就是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 当然改革不是随随便便说改就改的 凡是变化就会触动到一大波的既得利益者 在沙特就是王室周围的各类亲戚宗派 国家的石油收入也大部分流入了他们的口袋 而不是全体国民 2017年11月4日 国王萨拉曼就宣布成立沙特最高反腐委员会 由王储担任主席 当晚11名沙特王子 38名前任沙特高官和商界人士就遭到逮捕 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200多人 被软禁在沙特首都里亚的五星级的Ritz Carden酒店 后来沙特王室发布声明说 在反腐行动中 成功追回的资产价值超过1070亿美金 包括房地产公司股权现金等等通通上缴国库 就这样塞拉曼在上台之后通过几次人事变革 两次更换王储 在确立儿子政治接班人地位的同时 也肃清了大部分异见分子 其他各派亲王不光是政治上被边缘化 实际上也被剥夺了继承权 很显然为了推进改革 也为了将来继位扫清所有障碍 国王和王储都会展示权力和各种派系角力 才会有沙特内外各种奇怪的事件发生 慢慢的呢 所有的权力都会集中到王储一个人手里 未来沙特会不会实现2030的愿景目标 会不会越来越开放 会不会更加稳定 我们还不知道 希望这个中东世界的大国会越来越好 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多 说不定未来可以去沙特旅游呢 我是二 谢谢观看潜知频道 希望本期关于经济商业的内容对你有用 告诉你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和商业逻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点赞转发支持我们 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潜知关注我们 拜拜